第二局版型为孟严守卫 有请主裁判入场 请各位选手抽取身份底牌 是洛洛给金门掌门交交投石一份弹幕大神正言 如果今晚玩的不开心 老地方R333号房等你 第二局将开启全角色上帝视角 刘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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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各位选手确认身份底牌 倒数十秒之内 刘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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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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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五十吧 十号玩家有二次看牌的动作 一号玩家也是 五号玩家跟上把很像 一号玩家自己看完牌以后 看我在盯着你 你又看了一遍牌 我觉得那个动作很多余 你拿了个好人 你不太会对我这样 我觉得你那个动作对我这样就很多余了 如果是别人看你的时候 如果是别人看你的时候 你这样做了一个动作 我觉得可能不太会 让我觉得你的身份有怀疑 十号玩家是我看完他拿牌以后 他很尴尬地笑了一下 三的表情也不太好 我又是先发言 我就是想后面发言的 都谁上警了呀 反正我记得是有一个人在警察的 我希望警黑你如果你是好人 要投给好人 其实我还是挺相信十一的 如果十号人的话 没什么呢 我就分享一下自己看到的 过了 十号选手请发言 你虽然免我 但我觉得你还好 因为我免的是三四五六 我觉得四还好 三五六吧 因为咱们共同有三五 没想到我觉得四 四片好 三五六不太好 其他也没啥了吧 现在就会发言 过了 十二号选手请发言 前面两个人发言 应该都是好人 我觉得陈底那八号玩家 第一天要出局 你是一个肥 六号玩家 五号玩家 这人身份不太好的 前面两个发言 我认为暴水 我是好人 景下只有你 对吧 十一号玩家 想好了 是冲锋还是倒钩 考虑一下 对吧 你比如你要是冲锋的话呢 大家都比较明显的能知道你同班了 对吧 本来站不对边有可能就站别了 对吧 倒钩有可能能骗人人 好吧 就这样吧 是一个好人 前面这俩发言我都排掉了 过了 一号选手请发言 我对话九号玩家 你要不要你是好人 就别搞我心态了 因为你上把景上点了三个位置 有两个是错的 所以我在那位置对话 因为我第一次看牌 我根本就没有看 我真的 我要想知道第一底牌是什么 所以才有第二个看牌 但是你说的是实话 我没有觉得九号玩家很像 但身份一定不能给死 我认为九号玩家高追发言 不足以报纸 我认为十号玩家发言是好人 我认为十号玩家 对九号玩家的弹性 就特别像是一个好人 十二虽然给了九十两个好人身份 我没有听出九是好人 但是我觉得十二 在这位置敢给九十身份 十二偏向是个好人 前队唯一没有给死的身份是九 我觉得十十二发言 都还可以挺像好人 九号玩家我们又明确的给他是好 因为一个匪徒在高追 有没有发出这样子 就这样 可能我给身份会比较天马行空 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谅解一点 因为我是就是 就是各个杂技都稍微会一点 所以可能不会从一个思路去想 而且上把的确六号玩家高追想 高追讲了一个冷笑话 然后大家都对有反馈就是匪徒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之前我研究出来的 然后六号玩家用了 所以我给六号玩家 认为他是一个好人 就这样 我认为十十二都挺像好人的 至少景上的听感是这样 我觉得九号玩家 你的身份我不能给你 30秒 我听你景下的发言 过了 二号选手请发言 其实前之位我是没有听出来特别像狼人的 那个一号玩家我也不敢打了 那个上一局就是因为我 叼里巴拉对着一号玩家 把他打到皮头散发了 但是其实这一轮就 我实在也不是很禀得住 因为你认识十十二都是好人 他们都保了九号玩家 你认识十二都是好人 九号玩家不知道 所以还是有一点 有一点问题的 因为我是好人 我就不太喜欢待在景下 我喜欢在景上 发言的 经过上一局的教训 我会打人之前 会稍微的克制一点吧 好吗 我不会说什么 你百分之多少的铁肥啊 或怎么样的 那个前之位 比较不好的就是一号玩家吧 因为我在九十十二 确实也没听出来太多的狼人 别的没有了 我是好人 我觉得我发言 就是辨识度还是很高的 上一局虽然说 编可能一开始是占的八 但是大家都能听出来 我是好人 那这局我底下还是好人 我希望大家 就先把我排掉就可以了 好吗 我们就齐心协力 去找狼就行了 好吧 其他的就没有了 听听后面发言吧 过来 三号选手请发言 十一一顺燕九茶沙 燕九号玩家 就是因为上一局游戏 是那个定义错了 六号玩家 九号玩家的身份 导致输了 前面不管怎么样 都是有容错的 但是因为最后定义错了 九号玩家的身份 所以就那个 把他验了 验六号玩家 好像就感觉特别小气 所以就挑了九号玩家 这是心路历程 十一号玩家 我没有看错吧 十一号玩家 作为锦下 唯一一张牌 你是 就是我玩预言下 我就一定会把你验掉 就是你再怎么给我投票 至少我锦上 没有听过你发言之前 我锦会留就一定会留你 因为我是 因为单看你投票 就没有办法确定 你是倒沟 或者冲锋 反正我的玩法 就是锦下如果是一张牌 我是预言家 就一定会把他验掉 十十二一二里面 二号玩家 我听着发言是 就是最像好人的 因为二号玩家 对前面 前之位 九十十二一四张牌的发言 都是 点评 是不是百分之一百确定的 十号玩家 其实身对九号玩家的 那个反馈 我觉得不是特别像两个狼 因为九号玩家 点的是 一三五 九号玩家点的是 一三五十 十号玩家 如果作为九号玩家的同伴 我觉得他是不太会说什么 我抿的是什么 三四五六 哎我三五跟你一样 我觉得十号玩家 这个发言就特别不像 跟九夜里见面 所以十号玩家 那个可能就稍微放一放 十二一里面 那个去验十二 因为是十二十号玩家 是特别确定的说 九号玩家 十号玩家 他都能排水的 一至九 一至九十茶茶就验十二 反正后之位 再开个对跳 反正就那个 我紧会留 反正也那个不会留 行吧 就这个样子 十一号玩家 十一也像好人 我要听完八号发言 再给十二身份 因为他压缩了 净下的十一 我认为九十郎 九号玩家 我不认为你是好人 起来 至少 我入业之前 我是盯着你 我觉得你比较像狼 我认为六九 八五 没有看到 但我觉得七 也有身份 就是后座位的牌 基本上 十六八九都有身份 十二我不打死的原因 是因为 他保九十 讲的理由 我听得懂 十十我不认为是狼的牌 一点的九 我认三是冤家的情况下 九十郎 也不能是狼吧 前座位 一个 如果 如果一是狼 一杀里面的狼 是一号玩家 十二都把九十包了 拧出来 把九 一顿锤 保十十二 这不科学 对吧 我战盟三 投九 估计我就 投九 独六了 过了 五号选手 请发言 反正听到我这 我挺 替后边的人 对跳的 那个 担心的 我也不知道 你们仨谁来 因为我 比较信三个 三个玩家 我跟你对的话 我信你的点 是因为我就是九十郎 但是我对你 心存疑虑的点 不是逻辑层面的 是我就 有话直说了 我敏的二号玩家 没有好人选项 孟严或者狼 这是我敏你的结果 但是你保的二 你是通过逻辑保的 但我打二号玩家 是狼 是我敏向敏的 我觉得二号玩家 不是孟严 就是狼 没有其他选项 当然我也不说死 我只是跟你们分享 我敏你的 我敏你的 那个结果 但是也可 当然我 我可以出错 经常也出错 所以这是我唯一 对三号玩家的疑虑 九号玩家 为什么是狼 我先跟十和十二里边 如果你们里头 可能你们俩都是好人 也可能有狼 有好人 但我就把你们两个 当成好人对话 九号玩家 这轮说 说五号玩家是狼 他点的是一 一五几十 我忘了 反正他就点我了 他点我是一个狼的原因 是说我跟上把一样 三十秒 他上把对我的定义 是非狼即预言家 那我跟上把一样 为什么这把 你把预言家的选项 给去掉了 我就只能是一个狼 十一号玩家 十二号玩家 跟你说 要么冲锋 你到底是冲锋 还是倒钩 他给你的选项 没有好人 所以我就特别希望 你能跟十二打 因为我 作为一个狼人 上一把被十二号人家打了 确实我没有什么逻辑去 我就很弱势 他打问我 我就很弱势 我希望十二号人家 你要是一个好人 就拿出那个状态 你跟十一科 十一号人家 我调调事 你跟十二号人家干 因为他很铁了 发言先到 六号选手 请发言 我在面后面 他铁不是 我觉得十二是好人 十是好人 九应该也是好人 你们仨一定是好人 我就直接弄了 我为什么觉得你是好人呢 因为你打了挺下的十一号玩家 我觉得你是狼 就是疯狼 所以你不是狼 九号玩家 亦是如此 因为九号玩家 打的是一三五 他是个狼 一三五 首先三不跟他见面了 一号玩家 也一次不跟他见面 他打了三个好人 因为五号玩家 也是要站面三号玩家 他打了三个好人 他是狼 他是啥狼 三号玩家 井货流是十一一顺焰 一号玩家 说了十跟十二是好人 一号玩家 认为九号 言外之意 就是九号玩家 是疑似匪徒 他第二井货流 焰一 你不铁狼吗 那是你亲亲估计 我站在你们后面的 谁跳运人家 说运 我就信 你也别看我 我不信你 行不行 我不认为 九号玩家是狼 九号玩家是狼 就是前之位 做工作的狼 那他要的三张身份 就是一三五 一三五是好人的情况下 谁能构成九号玩家的 匪徒同伴 他们两个人 你们最少出一张吧 我是好人 井货的十一号玩家 一定是 因为你们都认为 二号玩家是好人 一号玩家说 十跟十二是好人 那就是十十二 一三五都是好人 上线全部 九号玩家 匪徒同伴 我不是 那我帮你们数一数 二号玩家 四号玩家 他们两个人 里面有一张 或者是两张 上线就是十一号玩家 二四七八 九十一 六个人里面 出四个 那个匪徒同伴 你们都说 二号玩家好人 二号玩家 拎出来 现在都是九号玩家 匪徒同伴 你们就打 你们就打 你也别说 我是狼 我是好人 我身份交给你 行吗 但是站边 我一定站边后面的 我不信三号玩家 是预言家 我觉得一三是两个 就这样过了 七号选手 请发言 我验的二十精水 紧回来 验个四 验个十一吧 我其实觉得 就三四五十一 然后八跟一 我也不知道 因为八发言 没听到 一号玩家是没排水 但总体听起来 也还挺像好人 我觉得六十好人 二是我验的精水 三是憨跳 五号玩家那里发言 我不可能认为他是好人 他说 二是他的严杀 但二号玩家是我已知的好人 然后他要站边的是一个憨跳狼 所以五号玩家这张牌 不可能吃一眼 四号玩家 主要是因为 我觉得前面发言发的 九十都还挺像好人 现在九号玩家 接了憨跳狼的茶沙 他们其实对四号玩家 都觉得敏得有点像好人 就验一验呗 因为他其实也想要去站边三的 他发言的好人面就在于 听完三的发言 至少思考了一下 我觉得是好人 听完三的发言都应该思考吧 三发言说他 要去 什么来着 觉得十二是好人 还是去验十二 觉得十二是狼 我忘了 但是他没有提八 前面逻辑关系最清晰的就是八跟十二 八号玩家虽然没发言 但是十二号玩家说 今天八号玩家你就出局 其他人给的都是弱关系 十二号玩家直接要跟八PK的 他点了十二三号玩家有提过八吗 没有提过八了 觉得都能听得懂啊 我验二就是我没人验 我想了一圈就没 三十秒 没人验 我想了想只能去 就我想验狼 就是上绝狼的 但是这边呢我没敏到 所以我上轮对二好玩家的发言 其实没有完全排掉 就把二验了 验出来是好人 别的就没了 就验四验十一 我觉得暂时发言的这些人 刚刚提那几个都像好人 别的没了过 八号选手请发言 我开牌敏的就五七九十 我看见十二名我了 他敏完之后眉头一皱 我就能感觉到 我是好人 所以说你是好人 你就打错了 别太自信 那么自信干什么呢 我是想站三的 因为九号玩家 打一三五七的时候 三号玩家是明显的 就是轻微的笑一下 你就肯定已知九的底盘 你不跳你就是肥腿 你跳了 你给九发茶沙 我当然不知道九号玩家 警下会有什么发言 但是你跳了 我就想信你 我没听懂六号玩家的发言 六号玩家说什么 因为九号玩家像好人 九号玩家打了一三五 他觉得如果九号玩家 匪徒打了一三五 三成好人盘 他是狼人不就应该 打好人盘吗 为什么他就不是狼人盘 所以六的发言 我没听太懂 你为预言家 五号玩家说你的金水 是死匪盘 五号玩家就不吃烟 那他吃什么呢 你就去咽四 那五是什么呢 没有过定义 警上的发言 我是觉得五相好人 二我还真是没觉得 因为你说了 钱之卫我真的不知道 谁像匪徒 当然之后你是打过一的 你既然前提都觉得 钱之卫可能 你也不想点什么匪徒了 我觉得打一就很突兀 所以说我跟五号的观点一样 我没觉得你一定为好人盘 七给你发金水 我就天然不信七 三号的反馈 我觉得三号玩家想 十二号玩家 你为好人 你就再好好聊聊 我是好人 我看见你敏我了 我敏人不会直直敏的 我都边上敏 我看见你敏我了 我觉得三是 所以说十一号玩家 你是好人 我建议你投资三 竞选警长发言完毕 退水自爆环节 五 四 三 二 一 人在警上的选手有 三号 七号 请警下选手代亏投票 请代亏 开始投票 五 四 三 二 一 停止投票 十一号投给三号 投票结果 三号当选为警长 请七号选手退水 昨夜平安夜 请警长组织发言顺序 警左或警右 请给号码 八号请退水 请给号码 五 四 三 二 四号选手 请发言 你怎么可以让我先发言 不应该你第一个关心的一张身份牌是R吗 你家的站边吗 在你逻辑里面是可以打R的 但是很难去打1 如果你听到发言 但是七打的南坑 三四五十一 我警上说六项了 八我不知道 你像个身份 我保了你的精髓 我说二是好人 如果三是预言家 一也不能成立为狼 十是我听的好人 我说十二我排不了 是因为搞了十一 七是狼吧 他一点思考量都没有 我比五还像啊 在你的视角里面 但是你是肯定 如果你是预言家 你是肯定不太犹豫地 让R先发言 首先R在井上攻击的是 你逻辑视角里面的好人 一在井上前队这么多牌包了 九拎出来打的只有一 二是一个攻击 你心目中应该逻辑 视角线里面像好人那边 六是有创改发言的嫌疑 他的警惠流不是 十一给他投票 也要验十一 然后在验一跟十二里面验十二 他听得像好人 这是他的原话 你说他的警惠流是十一一 啥呀 但我不太认为七是预言家 七是预言家 一二二OK 随便他怎么编 对吧 编的说什么 上一把没有搞对R的身份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主要是九真的像了 太像了 其他夸夸 五个位置 五个位置出来 反正我也没听几个有靠谱的 我建议你还是不要放下R 保安验了 R是攻击一的 你又不让我们听他二轮发言 行吧 我听完发言 我会指票 目前我还是想在门三 会指头九 过了 五号选手请发言 可能 在完整的听完 七 九和二的发言之前 我都偏占那个三 我没事我偏占你 我就先不跟你对话了 我跟七号玩家 七号玩家 咱俩交交心 那个三号玩家 给九发了一叉叉 我跟三说 我说我可能偏占你 我挺担心后边的那个人的 因为我觉得九真的像狼 我觉得九像狼 是我唯一占他边的理由 与他发言所有逻辑无关 且我还攻击了他发言逻辑里边 去保那个二号玩家 我说二号玩家像狼 我完全没有通过逻辑这边 因为九号玩家起身 他找我烦呀 然后给他发一茬茬 我肯定就觉得他像狼呀 我没有 而且我发言的时候 我都没说我一定要占那个三 我说我偏占那个三 我挺担心 现代的看来就是挺担心你起跳的 那为什么我就变成死狼了呀 我我敏那个二可以敏错了呀 因为我挺笃定的 二号玩家不能是神 不能是民 只能是狼或者梦魇 那如果可能我想我大概率在你的事业里 我是不是大概率敏错了 二号玩家有可能是一神 我不能被打成死狼 所以我就先跟你交着心 至于三和七谁事 我偏占三 我要听七九二的发言 然后九号玩家 你就你要是因为 我跟我别 七号玩家发言的时候 我在听七发言的时候 我跟你对视 我觉得你清澈的眼神 可能想告诉我你是一个好人 因为你确实 对吧 眼睛挺好看的 我看你清澈的眼神 我觉得你有可能是一个好人 但是一会儿到你发言的时候 你就哄哄我 我现在有情绪 因为你说我是狼 我不是 你是好人 你就拿三十秒哄哄我 然后八号玩家跟十二号玩家打架 我非常开心 就干就磕 其他没啥了 我好人 六号选手请发言 哄哄你 你是好人 站错边还得哄哄你 怎么这么像狼啊 我猎人 头三 独一 我定了 头三独一 你出局警辉给我 头三独一 我 别梦一啊 头三独一 一三铁两个 一号玩家首先就是狼 因为他的逻辑基点就不对 九号玩家说 一三五是三个狼 十号玩家加了一个六 他说十跟十二是好人 九是狼 咋给出来的 咋给出来的 十跟九只不过多了一个 一张六号玩家 他就能说十号玩家是好人 所以三号玩家的警惑流 是十一跟一顺 一样 没有二号玩家 所以三一定是狼 他的第二个警惑流 就一定是他匪徒同伴 一号玩家 还有一个大概率就是 四你就应该不是 你就站错别人的 因为他让你先发现 你有怨气 我觉得你跟他就不认识 所以你大概率可能是好人 十二也不能是狼 八说五是狼 所以五号玩家 疑似匪徒 所以八号玩家先放一放 九号玩家不能是 十号玩家 容错就八 十二怎么出 但我没觉得十二是狼 全场都说十二是好人 我就把十二放 我猎人 我订票投三 行不行 谁什么时候我站错队 那就投我 我站错队 我就给你们买个单 给你们夯一项 行不行 投三 三号玩家一会认出 你说我是越南家 我正在投自己 六号玩家 你猎人 在左边了 你投自己 行不行 你一会儿归也别归酒 归自己 行吧 因为我看那个警惠 晾得挺好玩的 挺想要过来玩一玩 玩两天 行吧 我觉得他是愿意 九就起身 就不是狼 他是狼 跟上一把完全是 他完全 紧上的工作 跟上一把是一样的 虽然他上一把 不是也点错了吗 这是一号人家说的 那他为什么这一把 就不能是好人 是狼呢 所以你们认为九十郎的 逻辑基点都错的 你们只不过认为 他们打你打错了 你们对他有那啥 但是我理解 那打错了 那是你的问题 就这样子 投三 我是猎人 过来 七号选手请发言 我发言的时候 我好玩家退水了 我还以为你是为我退的 我想警吓 站错边了 七号玩家是预言家 我以为你要发这种言 真的 让我有点失望 我不太想哄你 因为你说 为什么打你是狼 因为 二是我验的好人 你说他是狼 你说我的思考量 我不太想去想那么多 因为没法去想 想了好人又要拿这个点打你 就都这样子 我 还是觉得 四五里面 不知道什么关系 说实话 紧上紧下 我都没太听出来 四号玩家只不过是 我认为的好人 他们觉得四号玩家是 三四五那个区域 可能最好的 所以我让四号玩家吃一宴 五号玩家呢 他干的全是坏事情 我就没办法说他是好人 而且我也不太想去验他 他很笃地嘛 所以如果他有身份的话 他自己也能证明 所以我就不太想去管舞 八号玩家我就跟你说这一次了 你说我没有去定义五 其实我定义了 我说五是像狼的 对吧 我说五其实基本上就 五号玩家自己也付出了 他说你怎么能打我是死狼的 所以其实我的坑就是三五是定的 然后这边四十一焉一焉 然后二号玩家是我焉的好人 九十十二 多像好人 六号玩家是我听保的好人 所以其实位置上不就剩一八嘛 就是我点的位置嘛 紧上点的位置 紧下的发言 其实没什么口法的 这边恋人现在都这么凶的 那我也其实不想努力了 说实话 所以我就帮你们增加一点点自信心 就是我紧上那一点 我希望好人的话就听听我的发言 三号玩家 其实我总觉得这样去打自己 跟自己汗跳一个狼人 就很没劲 但是我没研发了主要是 该发的都发了 四号四五的发言 我真弄不来 我就验 晚上我不知道验谁 可能会验谁 可能会验四 也可能会验五 可能五号玩家就不验 可能还是会验四 可能十一号玩家 你发言发的还挺好的 但你投错不要我验一验 都有可能 那三号玩家为什么他不是呢 就在于十二号玩家 跟八号玩家的关系 三号玩家有点过八吗 九号玩家说 一三五十 十号玩家说 九号玩家别点我了 十号玩家说 九号玩家偏向好人 点的是三四五六 除了四号玩家都向好人 十二号玩家说 八号玩家我今天跟你PK了 三是给十二有过定义的 因为我当时说 三号玩家说 十二号玩家是好人的时候 三号玩家皱了一下眉头 所以我在想 我是不是记错了 反正他不是攻击了十二 就是说十二号玩家是好人 我不爱篡改发言 所以 但他没有给过八号玩家 任何一点点点评 他是预言家 怎么可能点评十二不点评八呢 这是最基本的道理 所以我就说给你们听了 好吧 我是觉得八号玩家 有点点像浪 因为他说我没有定义五 但我其实定义了 而且他成底的时候 他想让十一号玩家 去投票投给三的 只是八号玩家 跟十一号玩家对话 我就别的言就不发了过了 八号选手请发言 我尊重猎人盘 我要听听久的发言 但是你的发言 我确实是认不下 你这啥发言 你就没有一点点上把 那个猎人起来 给我号票 你这 找到明灯 你这发言明显完蛋了 猎人 就是猎人站错边的 那种感觉 就是怂怂的 他跟你站边 他强势号票 他都不听久的发言 聊了半天 还是锦上视角 还是四五里转 六号玩家说了 三号玩家让四发言 可能三四就不太像两个 但是他觉得五号玩家不好 还在犹豫 四五怎么怎么着 我跟五号玩家你解释 我为什么说你是铁匪牌呢 你跟一个铁匪牌 有必要解释吗 所以说我怎么听 你怎么不是 当然我尊重猎人 我听九号玩家发言 我是目前 我还是觉得七九两 因为我觉得七不是 三十验的九是老 所以我觉得七九两 我也劝劝恋人吧 因为那个 我的确是实在认不下七 虽然我也没听九 我觉得九的发言 就不像一个预言家的视角 预言家的视角 一定要有配合自己的验人 配合完自己的验人 然后结论出自己的逻辑 你的发言就跟我一样 全都在盘盘盘 你觉得我 你后来又说了 我可能为匪徒了 我为匪徒 我是希望十一号玩家 能投给三的 你要聊一聊 八十一会不会形成见面 你觉得五号玩家是匪徒 五八能不能见面 五十一能不能 你都不聊的 我没有从你嘴巴 听出一句话来 哪怕你说了 猎人站对边了吧 猎人跟我走了吧 能不能听猎人的 我们这轮听完九 把三投了 可不可以 我觉得预言家是明示的 当然我从你嘴完全没听出来 我觉得你就没有必要盘什么逻辑 所以说我完全听不懂 你的发言跟井上是一模一样的 一直在纠结四五 四五怎么怎么样 我说了 我是井后最后一个发言 我号票 想跟三号玩家战边的 你盘了半天 你觉得我可能没匪 你说了 我就再跟你最后一次机会 我觉得我已经给了你机会了 我尊重六听九的发言 但是七的发言我一定不满意 好吧 我是好人 我听九聊吧 好吧 过了 过了吗 九号选手请发言 七号玩家的判断系统跟我一定不一样 我听的是一三八 铁三个 外主有一个在十跟十一里面 我听四五都不是狼 五号玩家说二号玩家是梦米眼 他打二号玩家是梦米眼 他是狼干嘛呀 五号玩家我不是狼 四号玩家不是狼是为什么 他说三号玩家 一号玩家会跟你投酒 他说一号玩家会跟你投酒 他指着一个狼 跟另外一个狼说 他会投酒 我觉得四号玩家不像 我不是狼 你打我是狼的原因是因为 我看你跟上百一样 因为我看你看对了 所以我觉得你这把还是狼 所以我这么点 但我不知道你这把是好人 我听你发言不是 因为他发言是铁狼 他紧张点五七九十二 怎么做好人啊 十跟十一里面 我没有分清 是因为十一号玩家在投票之前 有犹豫 三秒钟 我看见了 我以为你会投给八 因为我对视了你 但是你没有理我 你还是投给了三 三号玩家发言怎么注意人家 他紧会留十一十二顺验 他没有十一一顺验 他是十一十二顺验 怎么应得到十一十二 四号玩家 你是好人吗 一号玩家你是好人 你就爆水 因为上百你是好人 你爆水了 我听出来 但这把我没有 二号玩家紧张打你 我为二号玩家退水 他紧张是保我的 他是狼是不可能投我的 六号玩家猎人跳出来 号票投三 如果今天三号玩家出不去 那今天晚上好人 真的是太难赢了 因为我跟七号玩家的判断系统 真的很难 他听的狼 井上听的是三四五十一 井下他又不知道了 我井上听四五都是好人 所以我听他打四五 我不知道跟怎么发言 八号玩家井上起身发言 你怎么做好人啊 你认为十二号玩家是铁狼 你说你也看见他了 然后你点的狼根是五七九 然后让十二号玩家 不要那么自信 你都看见他是狼了 为什么要让他不要那么自信呢 我希望好人听完我的表水 不要把票投到我脑袋上 好吗 至于你非要投我也行 对吧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考量 但我认为我底牌是好人的时候 狼是很难扛推我的 好吗 而且五号玩家 我跟你对视的时候 我确实是觉得你是好人 才跟你对视的 我不觉得你是狼 我会在听完十根十一的翻译后 我去确定最后那个狼 我认为一三八就是铁三个 一号玩家 你井上对我的反馈 跟上把完全不一样 你想想你拿好人的时候 咄咄逼人 恨不得要跳桌子上 把狼踩在脚底边 我打了预言家 你都能找到我是好人 你不可能因为我点一三五十 你就觉得我不能排 十根十二都保了我 你还是不排我 我不认为你是好人 好吧 反正二号玩家在莫罪归票 三十秒 没什么好多说的了 你如果相信我 你不相信你去四五里面 我真不觉得四五里面有狼 好吗 七号玩家 因为你今天你也说了 你要在四五里面验 我还是听四五都不像 我再听听十根十一的发言 我是建议你在十根十一里面验一个 其实我非常想让你去验十一 因为我看十一的时候 十一看我的时候 他那个表情 很像好人那种 迷茫的表情 但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投给三 这边很难占吗 发言先到 十号选手请发言 你是不难占的 七号玩家 井上所有人 你认为的好人保了四 那五是一张狼人牌 在你 你一定会从八仙里面去开验 你不愿意 一定从八仙里面开验 因为前几位六要站你的边 二是你精髓 你不知道 五是要 因为你认为好人牌保了四 五在你视角里是一张狼人牌 所以你一定要八仙演 井下的发言 你应该 你的点应该在八仙里面 你井下还去找四五去聊 没太听明白的 那三号玩家的发言顺序 四五是要站你边的 四五井上要站你边的 二十你五号牌 站你五号牌 打的一张狼人牌 你让二号牌摸这位发言 所以三的发言顺序也不太好 田这位我仍然觉得四是考人牌 九你这轮攻击我在哪啊 咱们井上同样攻击了三 五那张牌 我怎么有可能是狼人牌 没有听我的发言 八 你认为八是一张狼人牌 十二你怎么保掉的呀 十二说我抿了八 八说我抿了十二 怎么就八十二就不可以共编的 九号玩家发言 警察发言我没一定认识 因为有警察出来带队了 我听听 但我不一定 我真不一定 因为九号牌警察的发言不满意 七号牌警察的发言同样我也不满意 因为七的关注点还在四五 他认得好人都把四爆了 那是不是他一定不去经验四 去后织位位置身份八十二里面去开业 七号牌警察警察的逻辑是一样的 其实考虑考虑 过来 十一号选手请发言 哦发言我站边三号玩家 六号玩家你自信你站队了边 我自信我站队了边 我底牌好人 七号玩家警上点三四五十一是四个狼 警会流打了一个打了一个四打了一个十一 外之位容错没有 罗点四郎吗 预言家发言 他能验到二号玩家 他底牌是个预言家能验二吗 我感觉他就在 按着二号玩家的头片 谁预言家会验二啊 你觉得可不可能啊 从人性的角度来说 二号玩家上一把是女巫输了吧 第一次来打比赛 他是个狼是不是只能自爆啊 怎么能验到二号玩家 我就感觉他在按着二的头片 且三说二是好人 我觉得二是蛮像好人的 警上发言也不是很像狼 虽然你们说二号玩家不能排水 可能他的逻辑输出比较少 但是七号玩家发言就不能做预言家 九号玩家说你看我像好人 我是好人啊 但是我觉得三是预言家 你警上说你警上跟我对视 我是有犹豫过的 但是七号玩家直接把我点进狼坑 三四五十一怎么点出来的 我不知道 八号玩家说你不是 你对八号玩家没有定义 对吧 我就觉得很怪 我是好人啊 我今天会出九号玩家的 我不会 我上一把是狼 我可以跟猎人低头 但这把我是好人 我就站边三 我没有觉得你一定站对了边 因为我听三号玩家 给九号玩家发茶茶 警上我就没有觉得 九号玩家是好人 所以我觉得三是预言家 七号玩家发言就更加爆肥了 他说因为我没有人验了 所以我要去验二号玩家 一桌子十个男孩子 你没有人验 你要验个二 你让我站你的边 不大可能的 因为我这个人还是盘点人性流的 我觉得怎么样你都验不到二号玩家 好吧 七号玩家 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狼队 怕你汗跳 让你去给二号玩家发金水 但是我觉得你不是 所以我就会出九 我不会跟着恋人投票的 因为我底牌是好人 而且他点我是狼 是没有逻辑的 我在井下给预言家投票 你们说我是狼 给原因 没有原因就不要来打我 逻辑上给不出来 不要在我没有发言之前说我是匪徒 就这么简单 我站边三号玩家 我底牌是好人 我觉得十还行 八号玩家没有很像狼 所以以后诸位 我觉得可能会开多狼 二号玩家我宅掉了 一十二的发言我就要听 十二号玩家 你井上给我压力这么大 我觉得一张好人排 我在井下没有必要 所以我是不会排掉你的 你就好好发言 因为我站边了三号玩家 其他也就没什么了 我是在想 九去打十 十说九是好人 起来那个 九号玩家又把十和十一点进狼坑 我在想九和十一能不能做身份 这是我想的 我觉得你井后六可以打一手十 我没有把十号玩家完全排水 其他的我就过了 十二号选手请发言 你不是狼没狼了 对吧 那四五六都是好人 十号玩家是好人 我自己是好人 我听完八的发言 我也觉得像好人 你不是狼的 谁是狼的 你还要站边 对吧 那场没有狼了 你只能是一个狼 对吧 你要是 你还认为那个 前志卫那个二号 陈底的那个二号玩家发言 也是一个好人 因为你说你要仔细听 一十二发言 二号玩家没进去狼坑 那没狼了 你要盘 七十一个狼 谁是他同伴呢 只有一个九吗 那是猎人 那是六号玩家 他说他是猎人 四五是好人 你们不管你站没站那边吧 他同伴在哪呢 找不着同伴 为因为啥 因为你五号玩家 你虽然认为二是一个匪 但是那三号玩家 起来就把二拍了 他景徽留是啥呀 你听见没有 那个三号玩家 聊的景徽留 他说的是先十一号一 然后改了 改到十二号玩家 为啥不验那个一啊 为啥能禁验到那个一啊 那个一是井上就攻击过九的 从哪儿来的逻辑 第一景徽留是十一 第二景徽留是一啊 因为前这位十是保九的 我起来也是认为九不像一个匪的 那这个一起来就认为十十二像好人 但是单独的攻击了这个九 那一是怎么进到三号玩家 景徽留 那不得养着吗 对吧 在三的视角里 你觉得呢 当然七虽然发言是很差嘛 对吧 但是没办法 他们可能他的视角不不一样 因为三发言那四五起来 又干 他的金水 又去干这个九的 你想你坐在七二玩家的位置 会不会攻击到你 我认为是有可能能攻击到你 对吧 你想一想 我不知道 你们俩知道自己不知道 六不是狼 八二玩家你知道自己底牌 那个十也知道 自己底牌 他场上狼呢 肯定这里面有残上的狼啊 如果三是冤家 那场上七九 外这边没有狼 因为十一是投给三的 那一二 你那意思就是一二三 一二 七九 四个狼 因为我不是 除非十一二玩家是到够狼 外这边也找不着狼 反正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 但是我臣底还得 需要听听三的发言 我个人对七的发言 反正是非常不满意的 但是我找不着狼 因为你打 因为你打的狼坑 问题非常大 对吧 你把四五都给包里了 在我们听来都不是 所以在那个位置很多人都 好了 我对话六号玩家 我这局游戏我绝对不想输 我认为是二五七九十二 八号玩家是饮水 今天头九 晚上七号玩家 就算晚上被闷了 我被闷了你有验人 只要验十二号玩家 十二号玩家验出来是个精髓 就排队 八号玩家是唯一种错 如果十二号玩家是个精髓 你去四号一下八号玩家问题 因为上次我也是上帝视角 摸个女巫 有人知道 这是我的所有视角 九号玩家一定是狼人 六号玩家说实话 我听懂了你的发言 但是你的逻辑点是错误的 因为你认为我底牌是匪徒 所以一三能够成立于两个 但我底牌是女巫 那我跳给你 对吗 八号玩家是我第一次在饮水 我井上排十二的原因 是因为十二井上打 我的饮水为死匪 所以我觉得十二号玩家 底牌可能不是狼人 但是同样有可能独心态 但我至少 这轮发言 我是没有听懂十二号玩家的发言的 对吗 九号玩家发言不是狼 那整个上海没有狼了 九号玩家的发言说是 一号玩 一三八一定是三个狼 首先你同时攻击的女巫和饮水牌 第二点 你对我的视角身份是 因为我没有爆水 所以我是狼 你对我身份产生了两次定义 一开始是一号玩家没有爆水 所以一号玩家是狼 然后一号玩家又是铁狼了 又是一号玩家你是好人 请你爆水 那请问我到底是个什么 九号玩家 你这发言怎么可能是好人 我听懂了十一号玩家的发言 十一号玩家发言说 七号玩家一定验不到二 我也认为七号玩家验不到二 十一号玩家发言有什么问题 十二号玩家 那打十一个点在哪里 而且七号玩家警上的发言 在他的视角里面攻击 五号玩家攻击就是 在他视角里面 我认为他底牌是预言家 五是去攻击二的 我认为在他视角里面 四号玩家一定比五号玩家更像匪徒 他打五号玩家为定匪 却定四号玩家是容错 我认为不合理 反正我不想去听你们的 我之前拿平民 你们反正每次都不信我的 这次我有身份了 你们就跟着我的来 谁不跟我来 晚上我读谁 如果没有被恐惧的话 当然我尊重游戏 我一定会比起 我认为七九一定是两个狼 我认为四号玩家 我认为跟七号玩家 可能不大能够像是同伴 六号玩家是个猎人 十号玩家我也认为不是狼 因为所谓的基点是体育 六号玩家 跳猎人站错边了之后 我认为后诸位的发言 但凡认为还会跟三号玩家 站名的都不是狼 因为狼人的发言就说 哎呀六号玩家 跳猎人了我回头 因为你跳猎人站错边了 在我的视角里面 你是错的 六号玩家 就这样 女巫头九过了 二号选手请发言 我挺男的 毕竟接了精髓 我跟七号玩家不认识 我也不知道他为啥 是愿家的话要验我 但我认为枪是真的枪 女巫不一定是真的女巫 因为你是在墨之位跳的 三号玩家 紧上你的视角是 你的警惠楼十一十二也好 十一一也好 一定是不对的 因为九号玩家 是你的查杀 一号玩家是攻击了九号玩家 我攻击了一号玩家 在你视角当中 我是最差的那张牌 一定不能是警惠楼是十一十二的 一定是十一二 或者是二十一 不可能去留到一 因为一号玩家是唯一 打过九号玩家的 三号玩家的人性 我只能说他是个人性玩得比较好的一个牌吧 因为前之位十号玩家 十二号玩家都保了这个九号玩家 包括我也说九不像狼 三号玩家给九发茶杀 去引起十十二二的反感 所以三号玩家就你的预言加面是只有这点 那个七号玩家 我不知道你为啥验我 因为我觉得我发言辨识度还是很高的 我觉得如果站编七号玩家的话 三八十一是挺像三哥的 十一号玩家你紧下 这么一阵言辞的站编三号玩家 为什么投票的时候这么犹豫啊 你我觉得你这么铁站编三号玩家 是不可能犹豫那三秒的 一定是三就是 所以我没有认识 一号玩家如果你底牌是女巫 我觉得你可能站错了边 因为我觉得七号玩家是 那个 你点的狼坑是二五七九十二 二五七怎么做三哥 二五又怎么做两个 五号玩家说我是梦魇或者是狼 没有好人的选项 五七怎么做两个 五号玩家知道七号玩家 要给我发金水之前先打我 先打他的金水 二五七就一定不见面吧 所以二五七是不能做三个的 你找七号玩家狼同伴 就只能找七九 十二 没了 我觉得十一号玩家是狼 因为你站边三号玩家 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七号玩家 厌不到我二号玩家 我可能会投三吧 因为我会跟着枪牌站边 而且我觉得三号玩家 紧上的视角就不能是 预言家 你让这个位置发言 我只知道四号玩家 可能不是你的狼同伴 但是一号玩家有可能是 如果你底牌是女巫 那我觉得你是站错了 如果你不是 那就是一号玩家就是三号玩家 老同 因为一三就只能共编 好吗 我会投三的 过了 三号选手请发言 我如果没有被恐惧能验人的话 就单验一个十二 七九十二是我认 七九是铁的两个 我认为大概六三 二七九十二 最后一个在二五十一里面 五号玩家跟十一号玩家 没有办法 我觉得这个游戏是一定有倒勾的 二五十一优先级是 二号五号玩家 二号玩家在这十一号玩家 二号玩家跟五号玩家 我是一直不太分得清楚的 然后再说一下发言顺序 我让这边发言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六号玩家是猎人 我只知道七号玩家是个汉跳 九号玩家是我验出来的狼人 六号玩家 六号玩家是要那个 站边后之位的 没有听过七号玩家发言 就要站边后之位的 我觉得六七九 我当时选发言顺序的时候 我觉得六七九大约率可能是三个 所以我就让这边先发言 我觉得这边就算开朗也大部分是好人 所以我就想让这边的好人 陈底发言 告诉大家六七九十三个 发言也好 逻辑也好 预言家验人也好 得到的狼人 所以我让这边先发言了 而且二号玩家 是我锦上觉得有好人面的 再来解释我锦上的锦会流 我先流的是十一跟一 再流的是十一跟十二 我流十一 首先第一锦会流一定是十一 第二锦会流 我有考虑过留一 是因为二号玩家 是我锦上 听感最像好人 因为你对前之位的定义 都不像前面那些人一样 这么铁 你对前之位的定义是带犹豫的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是好人 你觉得一是狼 我当然脑子就简单了一下 我就十一一这样流了 但是后来想了一想 后来再仔细回顾了一下发言 一号玩家跟九号玩家 那个对话不是特别像的 所以我在觉得十号玩家跟九 也疑似不见面的情况下 再改成了十一跟十二 所以你们要 然后六号玩家跟七号玩家里面 还有一个人质疑 说我不是冤家的点是 我锦上没有对八和十二 做点评 那我要怎么点评 十二号玩家是岩沙八的 我没有听过八号玩家发言 我最后的锦会流是十一跟十二 十二号玩家是要禁验的 那我 我是不知道十二号玩家是什么 我是不知道十二号玩家是什么的 我怎么通过那个去给他们定义啊 所以我 我的想法是验完十二号玩家 十二号玩家如果验出来是精水 他就管理八 他如果验出来是狼人的八号玩家 就大概率是十二号玩家 锦上急着要PK掉的那个好人 所以我不觉得八号玩家跟十二号玩家 在我锦上那个没有被我点评是什么问题 三十秒 反正我验人就再重复一遍 我验人就单验一个十二 七九十两个 今天头九一号玩家 你能开读就把七号玩家给读了 验十二 然后二五十一里面在最后一个 我验人家 过 所有选手发言完毕 请所有选手代亏 警长归票九号 所有选手请开始投票 五四三二一停止投票 一号投给九号 二号请把手举高 二号投给三号 三号投给九号 四号投给三号 五号投给三号 六号投给三号 七号投给三号 八号投给九号 九号投给三号 十号投给三号 十一号投给九号 十二号投给九号 投票结果三号出局 请发表遗言 所以十二号玩家是好人吧 不是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四五里面有这么多人变票 我是真的不敢点 我怕把五号玩家点得太死 我就直接什么九票十票出局了 我紧上说二号玩家是好人 五号玩家是站我的 别要去攻击二的 但这个点我真的紧下发言 我就不敢点 我放下你是什么呀 现在十二号玩家都是好人了 十一号玩家也是跟我投票的 二五七九这么简单吗 我是觉得四号玩家是好人 就是不管他怎么投 我觉得四号玩家都是好人 一号玩家是女巫 十二号玩家也回头了 所以唯一有可能再保错的 就是十号玩家 反正就这个样子吧 你们发言说要站边我的 后面有变票投我 我只能跟你们说 你们发言站对边 投票投错了 三十秒 一号玩家你就去把那个 你把九号玩家读了吧 不然九号玩家还有那么一点点 可能做梦演 过了就是那个二五七九 十五金四楼 过 一言完毕是否发动技能 五四三二一 警长是否移交警徽 移交警徽请给数字 警徽移交给一号 一号请将警灯点亮 一号当选为警长 天黑请闭眼 打资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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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號警長是否移交警輝,移交警輝請給收拾 5,4,警輝移交給6號,6號當選為警長,請死狼選手離場 請警長組織發言程序,請左或右請給號碼,7號選手請發言 今天頭11,1應該是狼吧,昨天驗的10號是精水 我想驗那五個投票裡面那個平民 因為我是覺得票型出來1號人家做不成女巫 因為首先她是在坑裡的跳女巫,第二是 票1是女巫,8是鎮影水,狼幹嘛不衝啊,狼鐵衝啊 這個票型依舊特別像狼汗跳女巫,但這個死我有點沒搞懂啊 你酒上死怎麼做到的? 一吃毒,酒吃到,酒還能吃到啊 那分掉了,要投11可以投吧 我是預言家,昨天沒孔我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言可以發啊 因為真不知道有什麼言可以發啊 我錦上錦下也發言,錦上把言就全發完了 錦下到這邊,聽完四五發言 我真不知道你們什麼身份 那不能吹牛逼,說我知道你們什麼身份 我不知道呀,所以我就要驗 因為我把九十十二,九十十二六都排了 六當時沒跳獵人嘛,錦上就給他排了 那二號玩家是我驗的好人 我的坑不就是一八十一四五三吧 不是,你 我不想哄你們啊,你們 那我怎麼哄你們呢,我還想讓你們哄哄我呢 因為我很困 那是這樣子的,那我坑都 我也沒聽到錦下,錦下發言 十一號玩家一定是狼吧 十一號玩家發言還不是狼嗎 十一號玩家改發言都改到什麼程度了 他說你怎麼定義八號玩家呢 你怎麼定義四五號玩家 七號玩家你對八號玩家定義一點都沒有 我都提了嘛 我說八號玩家錦上發言發的不是很好像狼人 本來錦上我就提了一八禁科 我沒有說三四五十一是四個定狼 我的發言是我覺得三五 當時確實覺得五特別像狼 我覺得三五特別像狼 四十一去驗 然後剩下的坑是一八原話 你們可以去回憶啊 十號玩家也改 我發現我具體改什麼我忘了 這一九雙死我整得有點懵 頭十一可以投吧 頭十一晚上守備手下我 我不知道夢魘會不會恐誰啊 我驗十二確實不是笨狼驗 這也是心裡話也沒有說別的 我就覺得是一 三八十一四個狼 一九雙死 那如果有女巫就跳 三十秒 跳 跳完那九號玩家莫名吃了一刀 那只能是這樣子 但九號玩家是沒跳身份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九號玩家有可能是守備嗎 因為九是沒跳身份的 接著查查沒跳身份 他們笨手被砍 然後一號玩家吃毒 這也是有可能的 因為這個票情出來 四五就特別像有開女巫 四五發現發的很高 四五也是投了三的 別的演沒什麼可擦的 我沒聽出來四五就驗 唷 有這功能幹嘛不用呢 為什麼驗二號玩家 我也說得很清楚的 就驗了唷 好啦就這樣子吧 投十一號玩家 發言先到八號選手請發言 我觉得你就站在桌上打 他没跳身份 他守卫 他是女巫 我是饮水 他接的茶茶 啥都不说 说1383个定匪 他不出局吗 我知道我是好人 一跳女巫 给我发饮水 他就铁匪 你也是铁匪 你验十二说 不是冲着狼验子 那你验他干嘛 我认为的匪徒 就是五号玩家和七号玩家 这个我就不聊了 这是死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在场上 我认为十一号玩家是好人 我就想听听四号玩家 为什么变票 我是没太懂的 我觉得七号玩家匪徒 九号玩家匪徒 五号玩家能变票 我觉得五号玩家基本跑不了 因为五号玩家猛烈的攻击 二二可能就不是 因为二五盘双狼就太难了 这么做身份太累了 我觉得不是 最终还是三号玩家出局了 所以说这个都是拜猎人所赐 我会投七的 然后 别的就没了 十号玩家也投的算 十号玩家好好飙水吧 我是好人 我觉得九号玩家发完言就死匪 就跑都跑不了 我想想 十二应该不是 十和四 十和四谁是 我觉得五是 七肯定是 九肯定是 还有一个 那四十就没有 反正你们再聊吧 我觉得十二不是 因为十二投了七 十一肯定也不是 我觉得二不是 因为我认为五是 九一个 七一个 五是 四十就等一下再聊吧 这个讲道理是不归我管的 好吧 我这时候肯定会出七的 我觉得七钢铁不是 预言家 好吧 别的没了过了 十号选手请发言 那昨天梦了谁啊 一 在你视角里一张女巫牌 六张枪牌 这不两个明的 孔刀的牌 YG 孔刀 守卫牌 就偷了一道一 不太像吧 昨天三 在他们视角里一张 在狼队视角里 预言家出局 就孔六刀六了 守卫就一定守不着那张六号牌 我觉得八 八十一吧 有可能 就八十一了 因为十二十张 因为三号牌 最后又把十一放进去了 十一 顶着恋人的头 说我不 我要去站面三 三号牌最后盘狼坑 又把十一号牌 拎进去了 三号牌怎么还能 把十一打进去的呀 我觉得就八十一吧 没想到吧 没有了 二精髓十二精髓 我觉得四 我第一天命的好人 我也不想将狼牌 四五昨天都举了四二 我将好人牌 后织为我女巫就去跳吧 过了 十一号选手请发言 不问七号玩家孔呢 孔呢 女巫倒了 九号玩家 一九双死 她不吃孔 是不是啊 还能验十二是个精髓 还能推我 你去问八号玩家孔呢 那你问七号玩家孔呢 还能给十二报精髓的 一号玩家莫之味 跳的是女巫吧 哇是八号玩家饮水吧 你告诉我今天先出我啊 你认一不是女巫 今天先出我啊 七号玩家 八号玩家是什么 你今天总没有 点评过八号玩家吧 你就告诉我 十二是精髓 所以我是狼 八号玩家是什么 没有 是不是啊 这总是逻辑吧 二号玩家说我是狼 我说七号玩家 摁着你的头片 你说我是狼 一号玩家不是女巫 现在一九双死 那女巫呢 你们也不跟我聊 我觉得也滑起头丝 我告诉你 我已经跟六号玩家讲了 我是好人 我自己站我的边 就七号玩家 紧上去来打我是狼 就不讲逻辑 然后说我什么 篡改你发言 那你点的狼坑 是不是三四五十一啊 那我底牌是好人 我怎么站边你啊 九号玩家 在那里讲什么 我是好人 为什么要给三号玩家 上票 可七号玩家 把我点进狼坑 他说我篡改他发言 对吧 那你去问七号玩家呀 他也不吃孔的 也不吃刀的 什么还要外置 是会偷刀一刀 九号玩家 偷刀九号玩家 干嘛 你告诉我 所以我觉得十号玩家 你可能是狼吧 四号玩家 我是没有觉得 你很像狼啊 因为你锦上 沾边的三号玩家 我底牌是好人 我觉得你是好人 所以我 你能不能回回头 一号玩家 莫之卫跳着 跳的是女巫吧 只有五票出了一张九 九号玩家 是不是一张 没有身份的牌 五个人出了一张九 十二号玩家 还是个银水 还是个七号玩家 验出来的精水 狼呢 就八十一啊 七号玩家本轮 连八号玩家都不攻击了 一号玩家 莫之卫 是给八号玩家 发银水的 八都不经视角了 就我一个狼 没狼了 老太狼 七号玩家 是不是 我觉得你发言 他发言怎么做预言家 没有这么难吧 这个游戏 我觉得你是狼 十号玩家 是二七十吗 二号玩家 我说他是好人 他说我是狼 七号玩家 怎么可能 验到二 所以二号玩家 起来还认 七号玩家 是预言家 我就可能接受 不太能接受了 好吧 今天能不能 把七号玩家 出一下 他起来说 十二是精水 我是狼 八号玩家 不进视角 怎么做预言家呢 六号玩家 能不能回头啊 不回头啊 那不回头 那没办法 好啊 我过了啊 十二号选手 请发言 我是不知道 那个四号玩家 跟五号玩家 怎么投的九啊 因为 那个五 发言 应该是好人 你不要去 那个攻击 那个五 我认为 二肯定是肥 七肯定是肥 我是都没认为 九号玩家 会出局的 我觉得场上 有倒钩 我认为场上 一定有倒钩 所以在这发言 给 给一点 那个狼队希望 但是我投 我肯定是投酒 这是不用想的 所以我就想 发言 给一点狼队希望 让大家冲一冲 把这票情打 打散了 我本来认为 应该是 全票去投 那个酒的 除了那个猎人 以外 对吧 当然我 跟你讲啊 你站 站肯定是站错了 六号玩家 错肯定是错了 好吧 因为 这场上 你自己算吧 我是好人 那是阴水 那是女巫 就是狼 在一个女巫 起跳的情况下 随便一裸 那个酒 就随便就出局 对吧 其实 我认为 这个 我个人认为 这个五应该不是 那个肥 我不知道你是 怎么公益到五的 因为五的发言 好像狼人还是挺明显的 我认为你是好人 所以我个人认为 二七是两个肥 那个肥 景上一世纪 我没怀疑过是 听完发言 觉得好人 不是这种思考量 对吧 我上楼本来认为 前正位 那个三 九上一发言 从那个四 一直到陈底的八 都要站边 这个三 我觉得 这贴铁的九号玩家 出局 我不知道最后 这票刑能投成这样 反正我告诉 猎人 你站错边了 你要再跟着狼呢 号票 去玩这位投呢 还是你自己的事 对吧 反正我建议 你先把那七投死 因为场上 够五成 跟三号玩家 没有够不成四个狼 那个狼也不可能去倒沟 没有必要去倒沟 因为女巫已经站出来了 铁铁的说要出酒了 晚上七是铁铁的 去吃毒的 对吧 就是这个逻辑道理 反正我个人来讲 听完九的发言 我认为他是肥 三十秒 发言 就如我讲的 发言确实太差 他认为三四五十一 你们都是肥 你们还能跟他去投那个三去 那证明四五里 是我认为是要出的 但我不认为是五 我个人是那么想的 我认为是 二十七 那个狼应该是在四十里 好吧 我个人认为五不是 就这样吧 我会投七 二号选手请发言 我觉得可能是站错边了 那个七号玩家 没吃孔 还能验出来 十二号玩家是个好人 一号玩家是真女巫吧 一号玩家是真女巫 昨天投票也没有人去投了这个一 狼不可能去刀九 女巫去读一吧 九号玩家凭什么吃刀啊 女巫在目之为号票 因为我是认为 枪一定是个真枪 女巫在目之为号票 不一定是个真的 他也没有认为 自己百分百 站对边的情况下 他去为三号玩家号票 十二如果是个精水 七号玩家 那狼坑是谁啊 一是个女巫 三号玩家是一个 九号玩家是一个 三九是两个 八十一是两个 那一号玩家是女巫 八就是个饮水 那永远缺一脚呀 昨天票都是跟着你去投三的 那就是三九 三九十一是三个 不是永远还少一个吗 那七号玩家是狼 十号玩家就是狼 因为十号玩家 今天你一点都没有要回头的意思 七十是两个 五号玩家得试吧 十二号玩家 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鬼 你说我是狼 五号玩家是好人 是五号玩家先攻击我 说我像狼和梦魇 没有好人选项 凭什么现在五号玩家变成好人 我变成狼了 我昨天打三号玩家 是因为我接受不了 他锦上的锦灰流 九号玩家是他的查杀 一号玩家保了 九号玩家 我攻击一 他一定是验我二的 不可能说我二号玩家 是好人的 而且七号玩家 今天没有吃孔 昨天女巫也没有吃孔 就全场没有人吃孔了 除非六号玩家 你说你吃孔了 你是张枪 你吃孔了 不然没有人吃孔 你告诉我孟宴在干嘛 不知道孔谁 要么孔女巫吧 让她开不出毒去 毒这个酒 要么孔七吧 能找到守卫吗 能找到守卫就刀守卫了呀 对吗 别的不知道 我可能会投七号玩家 我觉得是站错边了 因为我排不起七号玩家狼坑 我排不起三号玩家狼坑 就只有三九 十一 没了 三九十一 你再找一个出来 你觉得谁是 好吗 别的没有 我可能会回头的啊 三十秒 过了 四号选手请发言 一三八十一吧 我请问你们 七次狼 扛退了预言家 女巫能开出毒吗 有茶沙 明两郎 女巫能开出毒吗 梦魇在哪里啊 梦魇在帮子 头还就去恐守卫啊 恐守卫留着女巫放了 名声不恐 让一号玩家放毒 是 是你们的逻辑吗 我是被猎人拉回头的 本来我也认为 三十铁预言家 酒真的太像狼了 但是首先 猎人盘的逻辑是 我思前想后 一个预言家 正常听发言的情况下 一定能记住 一号玩家 他是明确攻击过 九号玩家 在预言家的视角里面 一是铁牌的 他是先牌的 你二 你的底牌为好人 七就没同伴 好 我四算一个 四是你们全上任的好人 我算一个 五再算一个 七一个 对吧 猎人是全上名的 就是四五 七九十 五金四 你们说七号玩家 站在桌子上打 那他是狼 他完完全就可以说 自己是孔了 我是无法理解 七号玩家作为狼队 他的梦魇队友 对吧 让一号玩家 一号玩家成立为真女巫 预言家出局 茶茶都在那里 明两郎 让一号玩家放毒 不是铁 而且一号玩家 跳女巫的视角 为什么我没有打动我 首先他含含吐吐 他打的狼壳是 二五七九四狼 十二是容错 二五能做两个狼吗 五金上发完颜 二发完颜之后 五说二是梦魇 我敏得你是梦魇 没有别的身份 这是两个狼 而且在一的视角里面 找梦魇 极有可能的 就是二 他说出九都毒七 我是这么想的 我是好人 现在十二号玩家为金水 对不对 一 三 八 十一 是不是能成立 首先 你看过你自己的底牌 你今天要回头 我是真 虽然到我这个位置 没有女巫出来 我底牌不是女巫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一是女巫 她死不了 为什么 守卫大哥率 你们全场都认她吧 她大哥率会去守她吧 预言家疑似出去 守她怎么样 她为什么会死啊 再想一点 她为什么能开出毒 这是其要的 她战变着预言家出去 就在那白天 她为什么能放毒 把酒读了 女巫的视角 跟预言家的 他们两个的视角 是都没有梦魇的 一的发言是全程 没有找过梦魇 对不对 三的发言 只是一言 你把酒读了吧 酒有可能是梦魇 理由没有 对不对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如果 因为现在能做女巫的 就只有五了 反正我只认死逻辑 扛退了预言家 女巫是不可能放毒的 就这样 过了 五号选手请发言 这儿了 这儿了 十二号玩家 是女巫 我没站错边 景上我说偏站三 但我 我给七号玩家 咱们好人之间 想打一个小配合 但是 你没接收到 我的信号 你还把我的信号 说出来了 就是七号玩家 发言的时候 我退水了 你发言的时候 我认为你是一个预言家了 但我得藏视野 六号玩家 是我的饮水 我从头到尾 没有聊过六号玩家 然后上一轮 肯定不能票一 这个版 这个版 我肯定不能票一 票一一就找到我 所以三号玩家 在发言的时候 我还在皱着眉 认真听 但 其实我在考虑 一二玩家跳到 那个女巫的时候 我脑子里 只在考虑一件事 就是他是想把我 垫到 七那边 就是把三给垫飞了 还是 他是在帮三冲锋 但是当三发言的时候 二号玩家 我就跟你对的话 其实 我都不太用 跟二跟十二 你这俩金水 对话了 因为其实 我们票够 四五六七十 是一定会投你十一 就是六号玩家 归十一 还是归八 就一定会投你们 我们五票 哪怕两个金水 跟你们投票 你们票不够 我们有五票 但是我劝对二号玩家 二号玩家 可能是我太年轻了 我敏你 我虽然长得老 但可能 然后 但是我 我敏你 确实敏错了 十二号玩家 你觉得我不是狼 给你揭秘一下 为什么八号玩家 起身就打我 因为八号玩家 在看到双死之后 知道昨天晚上 他们刀的不是女巫 那全场能做女巫的 只能是我 所以他才提前打我的 那个 你们想一下 如果 第一条逻辑 就是如果 一号玩家是真女巫 八号玩家 是一个真引水 不是自刀狼 他们两个是两个好人 的情况下 三号玩家 拿警徽 八 警上就站边三了吧 一警 警下替三号票吧 两个好人站错边了 不是 两个好人 站这个三的边 那为什么 就不冲呢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 昨天晚上 七二玩家 可以是一狼 那你们作为 七二玩家的狼同伴 会不会不恐那个一 是不是恐一 至少保证 晚上先没死狼 明天你们找狼了 狼自报 多一刀吧 为什么不恐那个一 恐一 外锐 刀一刀 是不是赚一刀 总比这样赚一刀吧 所以 应该就是八十一 最后两个了 六玩家 归八归十一都行 好吧 八号玩家 也有点太嚣张了 你也可以归的 他今天起身就打我 你是我的饮水 其他没啥 过了 六号选手 请八言 我想的问题 跟你们都不一样 我想的 你一会儿去旁边 还是我一会儿去旁边 好像那个论里面 你一去旁边 我想去旁边 八十一是两个了 那个 头肯定头十一 你们两个一会儿 头七 我不劝你们 我根本不会劝你们 因为你们的思考量就 是精髓也是 没啥用的 一号玩家是女巫 七号玩家是狼 昨天头死了三号玩家 四狼裸作 他们就孔一刀一 刀不死平安夜 明天安排狼 跳个守卫 铁银 因为我是明着的 他们狼刀是领先的 四个狼 有三 四 四个狼 只有三个神 而且还有那个能孔人 所以他们是铁银 就不可能让一号玩家开出毒 所以五号玩家跳女巫 就是铁女巫 我没见过七九 五七九三个狼 做他们做慈善 让一号玩家开出毒 外之位去孔人 孔的谁呀 你们又没说 我被孔了 我昨天没被孔 哪怕他们偷刀溜 对 五七九是三个狼 一号玩家是女巫 他们就孔 孔那个 他们孔我刀我也行吧 孔我刀 我也是个神吧 孔一刀一 他们怕那个守卫守住 孔我刀我 就能捣死了 况且我还站的是狼队 我站的是狼队 拍身份 帮狼好笑 那谁能做成五号 那个 那个九号玩家 匪徒同伴 五七九 五对二指的 二鼻子脸说 你可能是狼 五跟九号玩家说 咱俩交交心 五号玩家咋对 二跟九的匪徒同伴 做不成吧 那五号玩家 现在跳女巫 五号玩家 不就是女巫吗 那么换个言之 五号玩家 是做作的狼 五七九三个 谁能成为 最后一个 四跟十 四号玩家 做不成吧 因为他是末之位的 他如果是狼 就耗一票 因为三号玩家 是预言家弄完 他就说个 不信 后之位 他是狼同伴 他就会耗一票 没必要是倒沟吧 十号玩家怎么是 九跟十 做了两个狼同伴 九说 最后一个狼 就十跟十一里面开 十号玩家说 你平常说我是狼 九跟十也做不成 匪徒同伴 那他们就三个 你把我算上 我今天认个狼 你们也不信 警归十一 发言结束 请喊过 过 所有选手发言完毕 警长归票十一号 所有选手请开始投票 五 四 三 二 一 停止投票 二号投给十一号 四号投给十一号 五号投给十一号 六号投给十一号 七号投给十一号 八号投给七号 十号投给十一号 十一号投给七号 十二号投给七号 投票结果 十一号出局 请发表一言 六号玩家 我希望你能赢 我底牌是个守卫 我昨天没有守一号玩家 我第一天 我第一天守的是 八号玩家 第二天我没有守一 我聊包子 一言完毕 是否发动技能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死亡选手离场 天黑 请闭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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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经常组织办案设计死者或死有请给号码 班号学手请发言 我是守卫 我第一天空守的 第二天守的六 我当时认为六是站错边的 所以我怕老人偷刀的 我是不可能守七的 昨晚我就不说了 我是没吃过孔的 我先跟大家说 我从来没吃过孔 所以说我觉得就四十里面出吧 因为二十二十两个好人 那我七认不下呀 我怎么认下他呀 九的发言说我是定匪 我都说了我尊重六号玩家的逻辑 我给九号玩家机会听你聊 九号玩家上来就说 一三八是定匪 我怎么给他机会呀 哎呦那又站错了 就四十头吧 我没吃过孔 且我上一轮先不说我守的谁 好吧 就是我能做的就这么多了 我希望女巫和恋人能把我认下 七号玩家预言家 二号玩家是好人 十二号玩家是好人 所以说这把应该输不了 那我只能跳了呀 那我有我是有身份的 好吧 就聊这么多了 过了 十号选手请发言 那昨天你一定守七去了 对吧 因为你你吃不了刀的呀 你吃不了刀 我也吃不了 因为扛特别在我 还有四 四五 昨天你你只能说你去守了五 或者守了七 那十一不都聊吧 你不一定去守七吗 出八吧 那第一天把冲三的 冲九的那不都拉出来了吗 还要聊什么 出八吧 我觉得八不行 过了 十二号选手请发言 我是平民 还好我是金水 然后那局反正我沾脱了 因为我 认为九的发言 向狼 还有包括七号玩家的发言 对吧 他现在一直打的那个四号玩家 跟五号玩家 没问题吧 所以 所以这局就是 我个人理解 因为十 警上发言 我听完了 我认为 不是匪 对吧 然后 我不是匪 二是金水 我为啥上一局 怀疑二呢 是因为 你在那个位置不是 一在沉底 跳了一个女巫 我听他沉底发言 跳女巫 他说 反正我认为他这个发言啊 有点像女巫 是因为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平常都拿平民 你们没人信我 但是我终于抓把身份 我立起来 要投那个结果 对吧 所以我当时可能我考虑的有点少 那就没有位置了 对吧 因为第一 然后因为第一天 我敏的八号玩家 你有身份 你可以说你是一个守卫 但是上楼不守 其实是有点乖的 那你认为场上最后一个狼 是谁 这局游戏就很 就是 为啥能倒到这个酒去 就是 很关键 对吧 因为一要吃毒的话 这个酒这一刀是怎么刀的 没有道理去偷刀一刀酒 我再听听吧 好吧 过了 二号选手请发言 我第一天 我第一天点的是三八十一 我不觉得一号玩家是女巫 因为八号玩家发言 其实很很多问题 你尊重六号玩家的逻辑 如果你底牌自己有身份 我觉得你会比较强势 但是你说你还是尊重他的意见 最后投票是投的这个 七号玩家 当然你跳守卫是有守卫面的 因为后面那个有两张金水 顶着金水的压力 跳守卫是一定有面的 刀九号玩家 刀九号玩家可能是 我不知道 可能是导乱我们好人的视角 因为在我这边 我第一反应就是 一九双死 一号玩家是女巫 毒了酒 我没有想那么多 那也只有这样 可能老人才能造成 一号玩家是女巫 八号玩家是 饮水的假象吧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四号玩家 你跳不跳 反正我不是 我不是守卫 好吧 平民 反正大家都知道 平民 十一号玩家昨天聊爆了 他说他第一天守了八 你们认得女巫 是一号玩家说守了八 那八号玩家 你知道十一号玩家 聊爆了 凭什么不守七啊 我也真的觉得很乖 反正六号玩家 你来订票吧 好吗 那个如果八是守卫 最后一个在四十里面 八不是的话 就只有八了 没了 除非九号玩家是守卫 九号玩家 发言项守卫嘛 紧上点了 一三五十 四个人带身份 一三五十 一三五确实都带身份 十号玩家是什么 请上点了一三五十 狼狼 女巫 十号玩家不知道 六号玩家订票吧 好吧 过了 四号选手请发言 别慌别慌 对吧 我是平民 但是 也不防头吧 也没事 首先 如果我最后一天要个十匹 给你们都是平民 我们有一个轮次 八是不讲道理 十一了八了 他还不守其真的 拿我们当保票 不可能了 首先 如论如何 自己死了都无所谓 他从来没守过去 总该先留着 其八个夜人吧 哪怕梦魇会恐 会恐他 狼狼唯一的 卡特 总该不可能 是不可能道理吧 就算四十里没有狼 就算你是那个守卫 最后被赢出来了 我们也只能认识 是不可能道理 他是女巫 是真的 场上只有一个狼 至少我找不到 十的狼面 他伦伦 他反正是头的伤 我是猎人回的头 我仔细想猎人的翻 确实确实 咽了酒 咽了酒是茶 一在三的视角里面 就不可能进 不可能进 然后我听完一的发言 一在那个位置 梦魇不找梦魇 起来蹦跌出来 今天你出来是吧 我也出来 反正我认为我站队了 所有狼人都发言 因为 其实十二也有 让我坚定 我 虽然他是开玩笑的 他第二轮说 他是开玩笑的 但是让我坚定的 十一把外罪的牌 跑了 没狼了 结果他自己投的酒 首先 我觉得 五号 六号是我井上踩他 有身份 打了他之后 他还觉得我是好人的 我从来就没有聊过你 我最终 我说四五怎么可能做 四五怎么可能 做三的同伴 想一想想一想 然后 我还是觉得七打我们 打了太多好人了 我是 还是战变三 然后六 捅的一出来 因为我刚好觉得六 铁狼他不跟我讲 他又创感方言 我明明记得三的 警惠六是十一十二 反正没事 我觉得 警长肯定会保我的 今天 就算 就算真的 如果八是那个首位 但是我是 不可能认他是首位 现在在我的视角里面 八十开一个了 对吧 我是平民 你们别慌啊 别慌 就是 八十里面开一个了 我是平民 如果八不是 就是十 但是我不 我今天不表水 我不一定批得过十 但是 我觉得头八游戏结束 好吧 就这样吧 过来 五号选手请发言 相信世界是美好的 所以听完八号人家发言之后 我就从他是一个首位的视角 去盘 他是一个首位 他昨天晚上 首先不能守自己 因为他在扛推位上 他知道狼也不会刀他 他也不会守我 我已经是一个废人了 我两个人俩都开完了 我是一个废人 他也守不了六 因为他说他前一天守的六 他不就剩 守七了吗 其次 狼为什么刀七啊 狼不就只能刀六吗 狼刀六 一枪就给八带了 四十有狼 就刀六 一枪给八带了 带了之后四十再劈 然后 外置卫找一找 只要俩金水粒都开守卫 他们不觉得八守卫 只要俩金水粒都开守卫 扛推一个好人 刀一个名就结束了 这是狼最快 胜利最快的捷径了 我 哎呀我 出八了 出八了 就出八了 八号玩家 尤其是在你听完十一号玩家之后 他第一天守着你 然后一号玩家说你饮水 那不是 他自己都知道了八了 所以在听完十一番之后 你不守期 确实不太能接手 就这么着吧 过了过了过了 六号选手请发言 那万一投完吧 游戏不结束怎么办 我们往深的想一想 他们两个是名好人 你是好人 我是好人 就现在他们四十八 他们三个人出一个 那没人挑守卫 九号玩家是守卫 不是吧 九号玩家是守卫 一二三四 你们四个平米 啥可能呢 九号玩家是守卫 哎呀 头八 八号玩家如果是真守卫 被推出去 你吃一刀 或者我吃一刀 四十PK 你选一个新 那个新动男嘉宾 我想八号玩家 如果是狼的情况下 弄出去会不会有那个 额外的东西 如果没有 我们就走个 那个保险 不 十号玩家先丢了 因为只有你能吃守卫了 你又不跳 你要一会儿说是平民 如果十号玩家一会儿 出局说是平民的情况下 明天头八也可以 哎呦 那没人是守卫啊 那身份挑的干干净 九号玩家吃茶茶的 不挑守卫 也有可能啊 他没背梦 你没背梦 我没背梦 九号玩家是梦空死的 梦死空死 我天哪 你真是守卫啊 我觉得四是好人 四不是狼 我想想四如果是狼 他跟三也不见面 他第一天跟三说 你怎么让我先发言 所以那个就不可能 一是狼 他只能让一后发言 不可能让四 而且四坐得更近 他可以让二先发言 四就不是了 只能 你们要图稳 就投十 如果想那个走高速 就投八 我不知道 三十秒 我不知道 也不要再亏 八月里又结束 投你吧 我可能去旁边坐一会儿 尽规吧 八号 交牌 游戏结束 好人阵营获胜 本局游戏版型为梦言守卫 其中狼人阵营为 7号 女巫为5号 猎人为6号 守卫为9号 平民阵营为2号 4号 10号 12号 守夜 梦魇空梦 守卫守户3号 狼人落刀6号 女巫开解要形成平安夜 巫言家查验2号为好人 第一天上警环节3号当选为警长 放逐投票环节3号被工投出局 警规移交给1号 第二页 孟年恐怖7号 守卫守户7号 狼人落刀9号 女巫撒绝1号 巫言家查验12号为好人 放逐投票环节11号被工投出局 第三页 狼人落刀7号 巫言家查验8号为狼人 8号狼人交牌 游戏结束 好人阵营获胜 2020华山论件官方职业联赛秋季赛 全新推出人气值纪分规则 观众朋友们可以添加官方微信 私聊客服 给喜爱的选手进行投食 每日选手的投食总金额 等于该选手的人气值 当日人气值最高的选手 成为当日人气王 若当日总人气值达到9999 当日人气王还能额外获得 666元的现金奖励哦 本赛季截止到常规赛结束 最终人气值最高的选手 当选为本赛季最具人气选手 最终人气值最高的门派 当选为本赛季最具人气门派 最具人气选手和最具人气门派 将各获得5000元奖金 评选规则如下 与此同时呢 本赛季还将新增两个奖项 最具价值选手及最具价值门派 最具价值选手和最具价值门派 还将各获得5000元奖金 评选规则如下 观众朋友们赶紧添加官方微信 支持华山论剑 让你喜爱的选手 即位出道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号被1号玩家震慑到之后 当然他投反票也不是因为一定是1号玩家汉条女巫的事情 而是因为好像都是站边 他说是说是听9号玩的发言 听9号玩的发言 对 所以这局基本上所有好人都站这边了 然后好像这局确实表现还是不错的 不是所有好人都在那边 就一个嘛 就一个 焦焦老师可能敏认还是比较准的 一开始是几乎是严杀11号 给了警察很大的压力 但是发言是严杀 但是听完女巫发言之后 就被迫选择认识11是好人 所以他狼坑就不吃了 加上巴士赢水 在一时纽约时 这局我们先评选一下本局的MVP 反正我知道我们今天有点久一点对吧 反正你是上级视角 大家也看得清楚 321 其实刚刚在没开始之前 文字老师包括小雅老师 我们三个也是在讨论 按照这个 人命论 人命论确实是五号玩家 但是论的表现 一定是表现最出色的 对吧 所以我们也在犹豫纠结 然后呢 我也跟观众们很早 开赛第一天就说了 所以人命论呢 是我们现在的测试阶段 对不对 拿提款下来测试 然后到常规赛的时候呢 我们会酌情考虑 是否会加入一些元素 因为不同的板子 它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那按照 至少出于我个人来说 一定是六号表现最好的 六号玩家MVP 一定是可以的 锦上战队编 锦下跳身份 对 所以刚刚我们在 上台湾在讨论 是否在常规赛开启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入一条 比如他 神牌强势跳身份 战队编 是否能够加一条人命 对 就好了 那我想问一下 平民牌可以吗 你平民牌肯定做不到 因为你是平民 别人怎么相信的 对 那神牌如果莫自卫发言 他要强势跳身 那对于前面的视角的好人来说 你可能是汉票的 你也不是名好人 反正现在按照龙贵的意思 其实也很难看 不是按照 对 但是我要说一下 可能这个 不知道该不该说 如果五号学员手 愿意把这个MVP给六号 我也是很欢迎 对 怎么可能呢 我只是讲讲 你裁判别去拱这种火 那人家不给的怎么办呢 我没说他一定要给 对吧 不给怎么办 因为我们是选不了六号 人民论选不了六号 但是论表现六号 还是挺出色的 是的 因为他拉过来很多的好人 对 包括用逻辑 拉过来很多的好人 包括第二天 或者是用逻辑 有人判什么 而是常规赛的时候 我们是否要完善 对 或者完善到底有没有意义 就像你说的 那站边到底 我们什么视角判定他站边的 就一定是冤家 不是 是软站边还是硬站边 对 软站边 有的人说我是猎人 我可能站边他 我可能站边 比如说那个七号玩家 我会再听一听 但是没听之前 我大概率是站边七号玩家的 我是猎人过 那你这种算是 对 跳成分站这边吗 因为中文博大精深 按人民论就不用 就不用就业 那至少有一点 我们可以保证的 至少踢管赛 同样的局 就一定是 对 就一笔码大家起了 反正就人民论 因为所谓的规则 就是在赛前 大家说好这个既定规则 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既定规则 那就是 它可能不是100分的标准 但是一定是90分的标准 对吧 好 那就不纠结了 我肯定不纠结 其实 对 回头刚刚其实 我第二局 第一局判罚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个事情是 我说文博老师 我们待会直播 聊一聊 聊一聊 就关于头狼 头死狼队友 是否要扣0.5的这个人命 这个在我的微博上面 是没有写的 我刚刚还特地看下我 我先说一下我个人的意见吧 我觉得其实狼 四个狼 其实我觉得四个狼 其实都是很珍贵的 每个狼其实认为 我认为是 应该是 应该做每个人该做的职责 我觉得狼队能打出完美的配合 其实是取决于自己狼队友 知道自己狼队友想要做什么 我其实认为 这个头死狼队友 我个人认为 不是因为他最终 是让狼队友获胜的 他完成了他的职责 因为他做了一个倒过了 好人没有找出 他是个狼人 我非常认可 你这个想法 比如说 狼女的白带板子 四个小狼 我白天就卖三个狼队友 叉叉叉出完 我一期 身份高的不能再高的好人了 我扛队一个平民 然后我四刀 四刀是什么 我不就 我可以赢出来吗 但我卖了三个狼队友 我卖了三个狼队友 我总得赢吧 我卖三个狼队友 我再不赢 我不是狼队是屎吗 对吧 那所以我当时在评判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既然卖狼队友 你就必须得赢 你卖了狼队友 你还赢不了 你就是狼队之屎 你就是场上的第九个好人 对吧 就是理论上是这么去判断的 那这局 我们扯到上一局了 就上一局 那个是六号玩家 对吧 他卖了十一号玩家 最后是赢的 但是有一点要跟你稍微 我辩驳一下 就是第一局 六号玩家 本来如果投 一的话 提前结束 没有 投一是提前结束 七个 我特地还点过 七名玩家 两个狼人 他如果那天 把一给投掉 再砍一刀 场上才五个好人 狼队不一定赢 不一定赢 这是我看到的 我还特地算了 你自己赛算一下 对不一定赢 一又又不是白色 对对对 所以 还有很可能会把六 突然把一给投死 把他的戏脚给卖成好人 狼队还可能不一定会赢 我刚才看一下 我微博其实是没有写这个的 我还特地用红色字标注了一些 所谓的非硬性的一些公式的东西 反正目前到目前为止 是现在这个判罚 至于常宫赛的时候改不改 那就是 我需要裁判组再去研究一研究 因为 很多不同的板子 它有不同 比如说 比如说侦探这个板子 可能就一天 或者两天的投票 就没的了 跟运约列宾还不一样 运约列宾可能有三天 支持四天的投票 对吧 然后 怎么改的话 我们到时候再裁判组再双逃一下 季管赛就这样了 季管赛目前是这样 这至少目前没有大部分 对吧 因为刚刚的六跟十一都是两条人 都是投四两 因为三天 十一号是投 投了两四号人 真的完全把十号玩家给投死 是0.5 0.5加1 对 而那个六号玩家是把十号玩家给投死 最后把那个九号玩家给投死 对 也是两条奥比 所以说最后它导致狼队胜利了 所以给了它为MEP 对 但如果你要投自己狼队 要扣0.5 那就是十一了 对对对 所以对于这个事情 我们会裁判组会研究一下 但也请六号玩家跟十一号玩家 也宽容一下 或者说包容一下这个事情 反正没有投同伴扣0.5 所以现在还是6 对 因为规则里没有这个 只是同等情况会扣分 会扣印象 对吧 我微博上没写 但是我最初版 出版 因为现在这个已经是反复研究 反复研究 反复研究 达到现在这么一个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特别大披露的一个人民论 但是我第一版 我发在裁判群里面的 其实是有 这是我最初版 但后来我发 我发微博那版是 是没有的 好 草率了 什么的草率了 你知道这种东西我们花了多少心思吗 好 花了多少精力吗 好了好了好了 评选下一个了 至少现在没有什么大披露 对吧 现在 你只能说不够完善 但是不能说他不对 对吧 那接下去是 精力 好人的 狼队精力 狼队精力就厉害了 来 你好你好 我在想啊 给人家点思考掉 好吧 那就来吧 321 3号吧 嗯 你们认为是 可以 我就练一名词 3号片到12号吗 你无法去 到底去追问 到底是一片还是三片 对的 但是人家三条的 原来 在6号没有带队之前 很多人都相议三十年 可以 对吧 可以 而且到最后 我以为 我以为焦焦老师是被一片的 但是你无法阻振这个事情 对啊 这怎么阻振 对 而且 即使现在12号站队说 我可能是被一片的 我们也无法相议 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三条的 因为那个轮子是三维主导 对啊 三次主导轮子 而且确实 在六 没挑战之前 四跟五 还是软战变三号一点 对吧 可以 那就我们再同一次谈吧 三二一 感觉这主赛今天被你们诈困了 这不动啊 所以谁是主赛根本就不动 好 那恭喜第二局 好人阵营的MVP是我们的五号玩家 而狼队的尽力是我们的三号玩家 希望第三局好人阵营继续加油 一帆老师加油 过了 二点子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欢迎回来 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的女巫大人 女巫大人今天第二局发挥还是比较飘的 很骚 确实很骚 你哄哄我 那哄你好还是不哄你好呢 其实我景上 因为3G9发茶沙 9号玩家确实我当时觉得想狼 但是我听完7号玩家发言之后 从逻辑层面上 7号玩家更像 所以我给了7号玩家一个暗号 我在他发言到一半的时候就退水了 景下我跟 我跟3说 我说我偏战你 我就不跟你对话了 然后我就一直在跟7和9表水 就跟 昨天打的那把 那个猎人表了三片水一样 就是我是想藏一藏身份 越是神牌 越是要低身下去跟平民表水 对对对 藏身份 我跟我认得好人 那确实 狼人好像也没找到你 有一个狼认为5 然后野龙认为是4 所以他孔了4 对吧 也有狼 脚相 对他们认为女巫在4跟5当中 如果梦也去孔了4 那个轮次 然后 这局还是相当 这个 这个好人春天啊 打得非常不错的 那后面 头8那个轮次 有没有压力 其实没有压力 因为场全场没有 没有守卫 你只能排8 9号玩家被查下的那张牌是守卫 但是他被查下来 今天没跳 因为虽然 虽然事后就是跟他们聊啊 情况不是那样 但当时我脑子里想的是 我认为9号玩家是被孔 然后被刀的一个守卫 被孔被打守卫 对对对 也只有他能做守卫的 不然 9号玩家是守卫就一定跳了嘛 挺吹圆圆圆圆圆圆的 对对 在他认为 好这局第二局还是相当不错的 好人打了个春天 也恭喜好人阵营 第三局想拿好人还是狼人 狼人 打春天了你还拿狼人 第三局什么版子 熊影狼 熊影狼 熊影狼确实好人有点难 但是 看发挥吧 好吗 好 非常加劲好吗 好 好那我们一会见 一会见 好的 谢谢观看